Odia Jungle 史上的最重要文体之一,是民间歌颂伟大人物的长篇叙事诗,几乎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史诗,在西方,希腊民族有河马史诗,在东方,藏族同胞有格萨尔王传,实际上除此之外,满族也有自己的英雄史诗,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泥山萨满,河马史诗绘画。 泥山萨满,又称泥山萨满传,满文写作,是古代满族口耳相传的史诗作品,同时在西伯、赫哲、达沃尔、厄伦春、厄文克等民族中也有很大的影响,泥山萨满的主要内容是讲述罗罗村中住着一位家财万贯普同城群的园外巴勒都巴燕,园外之子15岁时意外死去,后来领养了一个孩子,也在15岁时离其去世, 园外无比悲痛时,法力高强执着勇敢的泥山萨满,在各种奇异动物的帮助下,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为园外找回了儿子魂魄,使得园外一家重新团聚,而且子子孙孙大富大贵。 萨满教神剧泥山萨满的故事内容曲折神奇,在故事中也能找到不少古代北方民族的民俗习惯、语言特别、生活状况等种种珍贵描述, 例如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哭诉感慨部的阿哥阿拉,50岁时阿拉,所生的阿拉,色尔古代,费阳古阿拉,我见了你时阿拉,十分欢喜阿拉,阿哥的宝贝爱哟爱哟,手命短爱哟爱哟,听说爱哟爱哟,生来聪明爱哟爱哟,老奴才我爱哟爱哟,曾经高兴过爱哟爱哟,听说爱哟爱哟,把有智慧的阿哥爱哟爱哟, 德阳库德阳库,守门的德阳库德阳库,老兄们请德阳库德阳库,向你的主人德阳库德阳库,请曲禀告德阳库德阳库,等等,这些文字底本的阿拉,爱哟爱哟,德阳库德阳库等语句后缀,都是音译自满语中的感叹词,这些对于今天学者研究满语的发展历程,是十分重要的材料,另外,泥山萨满与萨满文化有着很深的联系, 在这部作品中,保留了大段大段的萨满仪式和咒语,为今人研究萨满教的文化体系与信仰一项,提供了不少侧面材料,泥山萨满书影,关于这部伟大的史诗,长期以来都在满族同胞族群内部辈辈相传,形成文字稿较晚,而且没有统一的文本问世,最早的文字记录是俄国学者格列边西科夫,收集到满文手抄本, 这四个版本的个别用词及段落略有不同,但叙述故事的主题内容大体一致,目前流传的泥山萨满,是根据这些珍贵的首本汇编整理而成, 泥山萨满本身质朴浪漫的风格和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引起国内学者的强烈兴趣,更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已经翻译成俄语,汉语,英语,多种语言,参考资料,经文理,富裕光整理, 泥山萨满传,赵志忠,满族文化概论,大监,知赌三等,北方民族与萨满文化,中国东北民族的人类学调查,编稿编辑,摇天奇,欢迎大家订阅记,我弩沙龙。